我的天啊,我感觉我是贵宾啊 哈喽,大家好,我是Snow 那么这一次的Vlog呢,我就特地上到了云顶 来吃这个评论有好有坏的美资国beauty in the pot 那么身为第一次要尝试这个美资国的人呢 他到底值不值得你排那么多小时的时间 就是为了要吃一顿 Let's try 那么这一次上来云顶呢 我也入住了云顶新的Tim Park Hotel 因为刚才等真的是超久 大概有一个小时多的时间吧 所以呢,我现在就来梳洗一下 等一下就直接去到美资国啦 现在我们就是在美资国的味道 美资国呢,有分为三种格式的 第一种呢,就是单一的汤底 第二种呢,就是鸳鸯汤底 第三种呢,就是有四个格子的 你可以放四种的汤底 基本上呢,美资国就有六种汤底 供你选择 饮料类呢,就是有三种可以unlimited refuel的 第一种就是水果茶 第二种就是罗汉果 第三种就是酸梅水 我们已经预讨了 大家开给大家看我预讨 好开心啊,给我一页的 我很喜欢他白色汤的那个 因为熬的很入味 我现在吃的这个是麻辣的 它呢,其实跟普通的重庆火锅啊 它味道其实也差不多 我现在吃的这个是有烧心酒的味道 哇,我还是腰材的 我已经很爱死了 可是我,不怎么喜欢 这个,番茄汤底的 因为番茄很浓郁 我不懂它可以放了多少个茄子下去 可能也蛮喜欢这个,因为很特别 就是刚才我们吃的搭档的味道 五个人是要三百 零二块还算便宜的 因为我们没有这样很多 好啦,终于都吃完美滋锅啦 那么值不值得去吃呢 我会分为两大类跟大家说 那么先说第一个就是它的口味方面 我不会给太多的评论 因为口味是非常个人 但是你可以一次过吃四种口味 不一样的这个汤底 如果你要去吃海底 然后那个就不同说法啦 可是目前本地还没有嘛 所以呢,如果你想吃不同口味的场景 大家可以来试一下 那么接下来第二点就是它们服务方面 这个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 我会给它打满一百零一位 怎么说呢? 就是从一开始呢 我去预定那个位置的时候呢 它们都会非常准确的告诉你 你需要多久后回来 可能一小时十五分钟 就非常的准确 它们的人群都非常的有 感觉到它们是发自内心的 跟你说话 然后直到我们点食物 它们非常细心的解释 它们每乘上一道食物的时候 这我必须要说 它们都会九十度鞠躬 我的天啊 我感觉我是贵兵啊 虽然那个价格方面 会比普通的火锅来得贵 可是我觉得它们服务方面呢 我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总结来说 我会强力推荐大家 认为是第一次想要去吃的 Juice Go 好啦,我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 那么如果你喜欢我的话 记得留言、订阅、按赞 Bye